在夜店收到联姻老公消息 在哪? 在家 准备睡了 半个小时后 她出现在包房门口 我陪笑 好巧 你也在 贺诚道 不巧 我特意来逮你的 晚上10点 闺蜜许样的生日 party上 我收到了新婚老公的消息 在哪? 我随手回复道 在家 准备睡了 半年前 温和两家谈成一笔上亿合作案 我和贺诚在两家长辈收益下领了证 原本不应该这么草率 可我从小就是个大肆爱迷 第一次见面 贺诚刚下班 白衬衫黑袭裤 外套随意搭在手上 光洒在她身上 像漫画中走出来的人 只是我婚后才知道 贺诚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更是在我们领证第二天远赴欧洲 想到这 我将手机一扔 顺带着也将贺诚这个人丢到九霄云外 抬头 许阳不知什么时候喊了两个混血男模 正贴身热舞 好不快活 许阳朝我勾勾手指 薄 一起 我白手 谢谢 我已婚 十二点一过 朋友们三三两两离开 最后只剩我和电量耗尽的许阳 男模都被我打发走了 我看着睡熟的许阳 思考怎么把她运回去 正苦恼着 门突然从外面被打开 男人隐匿在朦胧的灯光中 只能看见一点轮廓 宽肩窄腰 修长双腿包裹在西装裤下 透过白色衬衣隐约可见静瘦的腰身 酒精麻痹大脑 我下意识以为又是经理送来的男模 谢谢 我们这不需要了 不需要什么 这个声音男人走近 我一看 这不是贺尘吗 贺尘将近一米九的身高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衬得我像一只小安蠢 嘿嘿 我傻笑两声 好巧 你也在这 贺尘蹲下与我平视 不巧 我特意来逮你的 不是说在家睡觉 秉持着他不问 我不说 他一问 我惊讶的战略 我故作惊讶 对呀 我不是在家睡觉吗 我有些心虚 但转念一想 结婚第二天就跑去欧洲处理工作的 可不是我 想到这 我的腰杆又停了起来 更何况 我只是来给朋友庆祝生日而已 我仰起下巴 像只小公鸡 我来夜店给朋友过生日 不行吗 可以 但是太晚了 贺尘给我披上衣服 下次喊我来接你 他真的 我哭死 原来是在担心我 我的底气瞬间少了一半 回家吧 贺尘牵起我的手说道 还有我朋友 我直指开始打呼噜的许样 贺尘看了眼等在外面的助理 对方立马心领神会 夫人请放心 我送这位小姐去附近的酒店休息 我们正要出门 被匆匆赶来的经理小碎步拦住 温小姐 我们难磨的费用是单独结算的 两个一共八万六 您是刷卡还是支付宝 贺尘目光落在我身上 缓缓道 难 磨 我吓了一下醒酒了 不敢看贺尘脸色 支付宝 我掏出手机 刚点开屏幕 就蹦出一个弹窗 电量不足 零零一秒后 啪了一下关机了 老天我不会再叫你爷了 你根本没把我当孙女 那个 我硬着头皮去扯扯贺尘的袖子 能不能帮我付一下钱 我跟着贺尘上了车 司机将车开到了婚房 婚房位于市中心 三百八十平的顶层副室 客厅有一扇大大落地窗 可以俯瞰整个绅士 可惜太大了 自己住肾的慌 所以贺尘前脚刚出国 我后脚就回了自己公寓 一路上 贺尘一言不发 直接回了房间 不一会卫生间 响起哗哗水声 我到另一个卫生间洗了澡 躺在床上 快要睡着时 水声停了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 贺尘不知何时回了房间 他头发湿漉漉的 水滴顺着脖梗滴在胸膛 薄薄的丝绸睡一下 可见精状的胸肌 空调的暖风呼呼吹着 吹得我脸颊开始升温 盈盈 我堪堪回神 下一秒 贺尘拉着我的手 放在他腹肌上 我不禁平住呼吸 我和今晚的男人 谁的身材好 我脑袋晕呼呼的 你 贺尘缓缓靠近 修长白皙的手 俯过我的长发 沐浴露香气 萦绕周围 距离猛地拉近 我甚至能看清 他眼角的小痣 红润的嘴唇 离我咫尺之隔 贺尘声音音哑 你想要吗 我吞口水 想 你想得美 贺尘无情起身 将扣子一颗一颗扣好 最上面一颗 也仔细扣上 我不给你 说完 留给我一个傲娇的后脑勺 扬长离去 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凌乱 我衣服都要脱了 他和我说这个 第二天 一早起来 我被许样的消息吵醒 样样 我昨天喝醉了 样样 没出什么事吧 样样 你替我付的钱 样样 多少 我转给你 死去的记忆 再次攻击我 睡意荡然无存 快乐小猪 不用 不是我付的 快乐小猪 微笑JPG 样样 赦账了 快乐小猪 贺尘付的 样样 难磨的钱 快乐小猪 对 许样十分愧疚 刚好递家出了新品 承诺今天的消费 由他许大小姐买单 我前前后后挑了不少 临结账时 又看重模特身上的礼服 抹胸白色丝绸长裙 温婉大气 完美勾勒曲线 导购十分有眼力见 温小姐 这是我们这一季新品 全球就只有两件 我很满意 包起来吧 他付钱 我只指许样 店员帮忙安排车 直接送去家里 我和许样本想吃个饭再回家 却收到了贺尘的消息 时间不早了 我去接你 天色已黑 冷风吹的树叶呼呼作响 有人接也好 十分钟后 一辆黑色兵力停在门口 贺尘下车 替我打开副驾驶车门 谢谢 此时正值晚高峰 原本二十分钟的路 将近四十分钟踩到 车缓缓驶入车库 平稳停下 温营 贺尘俯身靠近 解开我的安全带 没有人可以面对大帅逼不心动 我感觉自己脸开始升温 舌头也不听使唤 我 我 我们先回家吧 等等 贺尘突然按住我的手臂 歪头看着我 长节抖了抖 眼睛似有星光 你 口红沾牙上了 我重重打了下贺尘 不留神打在他胸肌上 打得手生疼 我哼了一声 气冲冲道 你也配有老婆 你不配 我将车门关得震天响 身后好像听到了贺尘轻笑声 贺尘海外的业务已经结束 未来会常住绅士 我也正式搬到了婚房 只是他就像那修行的道士 每次洗完澡都要裸着上半身 到我眼前晃一圈 然后把自己裹起来 看得见 吃不着的痛苦 谁懂 这天晚上 贺尘在书房工作 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看脱口秀 笑得前仰后合 温瑶 姐你前几天是不是去夜店了 这个臭小子怎么知道 我正要回复 又来了新消息 温瑶 你完了 爸知道了 正准备兴事问罪呢 我张大嘴巴 还没来得及想对策 暴躁老头四个字就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手机叮铃铃响着 此时此刻 这个铃声的威力不亚于定时炸弹 老头是个老古板 别说是夜店了 晚上九点不回家 都会收到他的夺命连环扣 情急之下 我跑去书房 推开一条缝 探了颗脑袋进去 你在忙吗 贺尘和上电脑 没有 怎么了 我哭丧着脸 我去夜店的事被我爸知道了 贺尘接过手机 他拍我脑袋 别担心 交给我 难怪人家是总裁呢 贺尘面不改色地编了一通瞎话 天衣无缝 毫无破绽 暴躁老头 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好了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睡了 挂上电话 贺尘将手机递给我 只见有意无意地划我手心 手痒痒的 心也痒痒的 老公 我贴到贺尘身上 你已经加了好几天的斑了 贺尘喉结不自觉滚动一下 一把将贺尘推到椅子上 顺势坐到他腿上 今晚不加斑了好不好 好 贺尘大手扶住我的腰 缓缓靠近 书房氛围渐渐暧昧起来 贺尘的毛子染上情欲 神色渐渐迷离 我食指点了下他的喉结 在他嘴唇上留下蜻蜓点水的一吻 贺尘的脸顺带着脖子 瞬间染上粉红 盈盈 贺尘低喘问道 你喜欢我吗 当然喜欢 喜欢我哪一点 脸 贺尘长节颤了颤 我连忙补充 还有身材 不知是不是眼花 贺尘眼中流露出一丝委屈 贺尘一把推开我 神情严肃 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呆住 艰难道 贺尘 你是不是不行 激将法对我没用 你说他是不是不行 我向狗头军师请教 许阳很快回复 不是早就和你说了 他有个白月光 只不准为白月光守身如玉呢 白月光到底是何方神圣 让贺尘念念不忘这么多年 正思存着 许阳又说道 赢宝咱走身不走心熬 毕竟老贺那样的外面不便宜 我泪流满面 现实是我连肾都走不了 其实 除了不让我碰以外 贺尘可以说是一个完美老公了 按时下班 按时打钱 厨艺绝佳 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 但做饭 基本都是贺尘亲自来 这天 我逛街回来 贺尘正在做饭 围裙系在身后 显出腰身 啊 好馋 今晚吃什么 不是说想吃糖醋小排 贺尘笑笑 额头上浸出细密的汗水 我抽了张纸巾 替他擦去汗水 由衷道 老公 你好帅 贺尘颠勺的动作顿了顿 除了脸 我还有很多其他优点 我忙不迭点头 饭菜很快做好 我换个衣服的功夫就上桌了 三菜一汤 色香味俱全 我正啃着排骨 贺尘电话响了 贺尘 莫威回国了 明晚一起吃饭吧 莫威 根据许样的小道消息 莫威就是贺尘的白月光 我心中警铃大作 竖起耳朵 贺尘和那人聊了几句 最后接受了对方邀请 贺尘挂了电话 回到餐桌 盈盈 我一个大学同学回国 晚上聚餐 哼 狗男人 白月光一回来 就迫不及待了 我冷淡道 哦 贺尘将包好的虾 放到我碗里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惊讶 我也去 不好吧 贺尘眼睛弯弯 你是我老婆 有什么不好 我点头应下 我倒要看看 传说中的白月光 长什么样 周五晚 贺尘接我一起赴宴 我们来得晚 人已经到齐了 墨威众星捧月般坐在中间 绿色长卷发 披散在脸侧 米黄色长裙 凸显温柔的气质 贺尘 来晚了自罚三杯 众人起哄道 抱歉 路上堵车 贺尘揽住我的腰 介绍一下 这是我妻子 温盈 气氛瞬间凝滞 大家纷纷看向墨威 墨威丝毫不觉 玩耳一笑 阿尘 好久不见 贺尘神色冷淡 只朝墨威点头示意 然后揽着我坐下 大家推杯换盏 从公司管理 聊到金融形势 我听着无聊 便去了卫生间 温小姐 我正洗手 墨威不知何时 出现在我身后 没想到 阿尘最后会选择 你作为结婚对象 你没想到的事 还多着呢 不知为何 我第一眼 见到墨威就不喜欢 不是因为任何人 产生的敌意 更像是磁场不合 产生的厌恶 温盈 你觉得你如果不姓温 阿尘会娶你吗 墨威默然问道 墨小姐 可是我姓温 是温家大小姐 我们的婚姻 促成了上亿的合作 对两家百利无害 你问过阿尘的意见吗 阿尘阿尘 叫得倒是亲热 我深呼吸三次 告诉自己 出门在外 注意素质 关你屁事 滚 我回到包间 手搭在门把手上 正要压下 便听见里面传来交谈声 温小姐可是大美女 贺尘怎么会不喜欢美女 贺尘突然开口道 我不喜欢 我在门外听着 呼吸一致 墨威扬起一抹 胜利者的微笑 紧接着 贺尘继续说道 我只喜欢温盈 墨威表情僵住 像枝土着杏子的毒蛇 恶狠狠地瞪着我 贺尘他喜欢我 什么时候的事 我像是被一大块蜜糖砸中 整个人近身在甜蜜中 坐回座位时 人还傻傻的 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桌下 贺尘伸手将我两只手包裹其中 也不穿件外套 手这么凉 我嘻嘻笑了两声 谢谢老公 贺尘一正 耳垂染红 不自然地撇过头 不用谢 工筹交错 我也不免多喝了几杯 散场的时候 走路都是S型 贺尘 我像只烤拉一样挂在贺尘身上 趁机开油 捏好几下胸肌 贺尘控制不住我 无奈道 盈盈 老实一点 我是你老婆 有什么是我摸不得的 碰都不能碰 你是不是不行 这酒后劲好大 我的神志飘走 窝在贺尘身上 渐渐睡去 半梦半醒间 似乎听见贺尘说 太容易让你得到 你会不珍惜 一转眼 我和贺尘结婚半年了 到了年末 宴会总是格外多 我也不得不陪着贺尘 游走在名利场间 别生气了 去往慈善晚宴路上 贺尘伸手勾勾我手指 柔声哄道 哼 今天本想穿上次在地家买的高定 可贺尘看了死活不让 非让我换了条戴绣钻石礼裙 不就是前面后面都露得多了点吗 我瞪了贺尘一眼 谴责道 小气鬼 贺尘低眉顺眼 嗯 我是小气鬼 别生气 待会你看上什么 尽管买 真的 真的 勉强消一点点气吧 我挽着贺尘手臂走进宴会厅 已经到了不少人 一见贺尘就围上来套近乎 我去那边吃点东西 贺尘拍拍我的手 去吧 别走太远 知道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朝甜品台走去 渐渐听不见贺尘与人的交谈声了 贺总和温小姐感情很好 温小姐似乎很年龄呢 贺尘晃晃酒杯 笑道 没有 是我比较年他 我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吃小蛋糕 吃饱喝足后 手上不知何时沾上了红色果酱 便去洗手间洗洗手 刚一出来 就见墨薇不知从哪冒出来 好久不见 啊 墨薇好像那NPC 每次都在厕所门口刷新 我转身 看见墨薇身上的裙子后 我愣住了 他身上这条白色丝绸礼裙 分外眼熟 与我刚刚要穿 被贺尘强硬换下的裙子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像细微之处可以看出区别 做工粗糙远不及那条 温小姐 好久不见 墨薇淡淡一笑 你靠家庭来的地方 我靠自己一样能来 那你很棒 墨薇好像一拳打到棉花上 一脸不愤 温因你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千金大小姐 凭什么霸占阿诚 我薇薇一笑 凭我长得好看 你墨薇气急 正要说话却被打断 墨小姐 贺尘从身后揽住我 眸底似有冰山 声音冷漠 我们只是普通同学 连朋友都算不上 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来对我妻子指手画脚 墨薇眼睛蒙上水雾 普通同学 不可能 你贺尘失去耐心 揽着我离开 我不乐意 你干嘛 我还没听完 贺尘好气又好笑 你这么喜欢听你老公和别人的事 他不是你白月光吗 你还为了他 守身如玉这么多年 贺尘表情难看 谁和你说的 许样啊 贺尘若有所思点点头 然后斩钉截铁地道 谣言 大学时 贺尘和莫薇 成绩都名列前茅 有比赛老师都是推荐他们两个 谣言不知怎么递就出来了 谣言最盛的时候 贺尘已经在贺师实习了 不常回学校 只听到过一点风声 压根没放在心上 我捏着贺尘脸 滴滴道 你这张脸 惯会勾引人的 贺尘笑 勾引到你了吗 我嘴硬 才没有 拍卖开始 看着台上的展品 我一直兴致缺缺 直到压轴的玫瑰钻石手链登场 盯着前面的手链 我不自觉坐着身子 喜欢这个 贺尘侧身问道 我连连点头 手练起拍价130万 赫尘一下就抬到了300万 400万 一道女生自身后传来 我回头 莫威正得意地看着我 他身边是一个啤酒度秃顶的中年男人 油腻的大手搭在莫威肩上 那不是紫风建设的张总吗 张总和夫人白手起家 一同打拼20多年才有现在的紫风建设 嗯 吴总都知道 我一时走神 再次清醒那条手链已经到900万了 1000万 莫威咬牙继续 张总脸色开始难看起来 我按住贺尘的手 别加了 一条手链而已 不值得 可是你喜欢 那你再买一条别的送给我 贺尘眉眼弯弯 点头硬下 最后 莫威以1000万的价格买下一条130万的手链 晚宴结束 贺尘被合作伙伴绊住了脚步 我在门口等他 温盈 莫威趾高气昂朝我走来 该是我的 一定会是我的 一晚上的应酬 我累得不想说话 你裙子假的 我轻飘飘吐出一句话 莫威笑意凝滞 拿着手饰盒的手饭白 紧紧扣住边缘 刷张总的卡买的吧 劝你好自为之 他夫人吴总可不是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吞的人 恰巧贺尘这时出来了 我不欲 继续同莫威废话 静止上了车 贺尘喝了酒 脸颊泛红 抓着我的手放在他脸上 盈盈 热 贺尘眼神带了醉意 回去给你煮节酒汤 算了 厨房装修花了不少钱 贺尘 我气道 我哪有那么没用 我确实不会做饭 但也不至于炸厨房 贺尘躺到我膝上 咕弄道 先回家 贺尘皮肤光滑细腻 一点毛孔都没有 睫毛浓密纤长 鼻梁高挺 醉了 醉了好啊 醉了好办事 我暗自想到 一进门 我就将贺尘逼到墙角 单手撑在他身侧 另一只手扯住他领带 将他往我面前以待 鼻尖若有若无触碰 今晚加个班 贺尘骤然笑了 如同暗夜的猛兽 大手扶住我的腰 我尚未反应过来 他搂着我换了位置 后背刚要触及墙壁 贺尘便将我拥入怀中 墙上冷 来我怀里 贺尘 我这裙子很贵 别死我衣服 贺尘粗喘着 给你报销 第二天 我在浑身酸痛中醒来 一看时间已经十二点多了 贺尘早早去上班了 十几万的礼服 已经碎成破布 堆放在垃圾桶里 我拨通贺尘电话 那边秒接 睡醒了 我撑道 贺尘 你知道我这条裙子多少钱吗 贺尘忍笑道 对不起 给你转账 半分钟后 手机收到短信 宁伟号1234卡10月31日12 16转账收入1 000000元 余额45 161 742 44元 钱钱到手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卡 晚上想吃什么 我去超市买菜 红烧鸡翅 贺尘声音愉悦 好 下班去买 这天晚上 我还是没能吃上鸡翅 因为海外公司出了点事 贺尘需要亲自去处理 回去给你补上 贺尘承诺道 贺尘不在家 我又可以开始 从前夜夜升歌的日子 本想约许阳出去玩 没成想许阳说自己卡被停了 寸步难行 许阳破口大骂 哪个杀千刀的 和我爸说我去夜店点南模了 我爸停了我所有信用卡 只给我留了一张余额七八万的卡 苟延残喘 我夜住 略微一回忆 好像是贺尘这个杀千刀的 许阳气愤道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可恶 我缩缩脖子 啊对对对 狐朋狗有出不来 我干脆窝在家里追剧 晚上九点 贺尘那边是白天 又在工作 给贺尘打去视频电话 他秒接 嗯 想早点回去见你 我心上好像开出朵朵桃花 喜笑颜开 什么时候回来 下周三下午 这么快 能来接我吗 贺尘声音中含着一丝气气 我看看日历 那天上午大学设游也要回来 我已经答应去接他 然后一起出去玩了 我戳戳手指 说明原委 贺尘并未生气 没关系 玩得开心点 贺尘还要开会 我关灯入睡 发现自己开始失眠了 啊 好想摸着腹肌睡觉 康奈回国这天 我早早去机场等着 他一出来 我就看见了 宝贝 我冲上去抱住康奈 你可想死我了 康奈将近一米八的个子 抱住我直接转了个圈 你怎么剪短发了 我胡乱拨弄了一下康奈的短发 更像男生了 康奈懊恼 别提了 我本来想把这玩意染成绿的 托尼技术不行 头发给我整坏了 只好剪短了 康奈摸摸自己的短发 这还长长了不少呢 你在这等我 我去开车 车停得有些远 街上康奈 已经是二十分钟之后的事了 刚刚有个傻逼 瞪了我好久 好像我抢了他老婆一样 我驾驶技术一般 一心都在开车上 不走心道 可能他老婆跟别人跑了 康奈许久没回国 我陪他玩了一整天 夜里才回家 贺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没开灯 整洁的西服变得皱巴巴的 眼睛里都是红血丝 我冲上去 搂住贺尘搏梗 什么时候回来的 贺尘顿了顿 下午 公司那边进展不顺利 看他神色有些严肃 贺尘扯出微笑 还好 飞机坐得有些酒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跑去厨房倒了杯温水 正要给贺尘 他已经起身朝房间走去 喝点水吧 贺尘看着我 眼底破碎 似是有千言万语 无处诉说 不用了 奇怪 我嘟囔倒 我看着他的背影 百思不得其解 拿起手机 康奈给我发了消息 康奈 谢谢宝贝 今天超开心 我笑笑 回了个轻轻的表情包 第二天一早 我起床时 贺尘已经去上班 桌上还摆着早饭 我吃了早饭 出门去找康奈玩 早出晚归 凌晨才回家 发现家中空无一人 我给贺尘打电话 他只说公司有事 这几天住在公司 你怎么了 直觉告诉我 贺尘有事瞒着我 难道是外面有狗了 贺尘那边沉默良久 最后闷声问道 盈盈 我会一直在一起吗 当然 贺尘在公司一连住了七天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 他只推托说公司很忙 直到某个周末午后 我正在家追剧 接到了康奈的电话 温盈 你快来 你老公疯了 我来不及多想 急匆匆赶到案发现场 康奈旁边坐着个小男生 表情发懵 康奈一见我来 立马破口大骂 他是不是有病 我和我男朋友逛街呢 他突然冲上来说我对不起你 我谈个恋爱 哪对不起你了 贺尘怒气冲冲看着康奈 骗婚gay 骗骗婚 还gay 我看看贺尘 又看看中性打扮的康奈 回想起贺尘近日的异样 恍然大悟 康奈沉寂半秒后 发出尖锐报名声 啊 你他妈有毛病吧 老娘女的 贺尘波澜不惊的脸上出现异色 红橙黄绿青蓝紫 变了个变 贺尘间难道 女的 康奈冷笑 要我脱裤子给你看看 我 大可不必 我挽住贺尘胳膊 我那天不是和你说我去接摄友吗 我另一只手挽住康奈 康奈 我大学摄友 气氛太尴尬 贺尘也面离开 大概是觉得丢人吧 入夜 我正睡觉 外面钉里咣当一阵响 我从睡梦中惊醒 捏手捏脚走到客厅 客厅黑漆漆一片 借着外面路灯一看 茶几上的东西掉了一地 贺尘闭着眼抱着我的玩偶熊坐在地上 盈盈 浓烈的酒气钻进鼻子 走近一看 贺尘脸颊飞红 醉意明显 贺尘 我上前推推贺尘 回屋去睡 贺尘睁眼 盈盈 嗯 贺尘将玩偶扔到一边 一把抱住我 薄荷香混合酒气 萦绕周身 盈盈 我爱你 突如其来的表白 我愣住 盈盈 贺尘在我颈尖蹭了几下 含混咕咙道 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我嗯 贺尘拥着我倒在地毯上 一只手托住我的后脑 微凉的嘴唇硬上 薄荷味的吻袭来 静密昏暗的客厅 贺尘的吻细碎袭来 热烈缠绵 难舍难分 咫尺之隔 我看着贺尘毛子 一片清明 什么东西在脑海中滑过 转瞬即逝 我们纠缠在一起 不知何时来到卧室 一是一米 直到远处 天空露出雨堵白 我才沉沉睡去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疲惫蔓延似只百骸 贺尘一早就去上班了 我直接拨了他的电话 你好像那穿上裤子不认人的渣男 抱歉 今早有个会 贺尘道 早餐在桌上 热热在吃 好的 正要挂电话 我又问道 你中午吃什么 外卖 我还没去过贺尘公司 脑海中冒出一副景象 贺尘身穿白衬衫 顶上的扣子解开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我吞口水 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 我去给你送吧 贺尘一顿 笑道 也好 一小时候 我拿着饭 出现在贺尘办公室 我在家吃了一点 没两口就吃饱了 索性参观一下他的办公室 你上周是在制住的沙发 里面有休息室 我推开门看看 面积不大 临时休息一下还好 住一个星期 就有些憋屈了 贺尘放下筷子 张开手臂 我走过去 坐到他腿上 抱抱我 我依然揽住贺尘 拍拍他的背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 你可以来问问我的 我害怕 怕你不要我 怕你和我离婚 不会的 我还要分你一半家产呢 贺尘摇头 全都是你的 贺尘靠在我身上 那些天我本来已经想清楚了 别的男人再好 我才是你的丈夫 我们受婚姻法保护 我被逗笑了 你的意思是你要做大房 我想做你的唯一 贺尘的唇又凑了上来 我推丧几下 这里是办公室 贺尘一言停下 没过一会 眼底浮起倦意 他一个周没休息好 昨夜几乎整夜未眠 又一大早起来上班 此刻恐怕是累极了 去睡一会吧 贺尘紧紧搂着我 你陪我 好 我睡醒后 贺尘已经去开会了 手机上有贺尘发来的短信 让我等他下班一起回家 我待着也无聊 叫了咖啡和甜点外卖吃 又在茶水间 遇到了一个实习生 脸圆圆的 看起来年纪不大 我便招呼他一起吃 还是拿铁好喝 平时我都喝比我命 还苦得冰美式 怎么了 我随口问道 老板很凶 妹妹像是一下 打开了画匣子 贺总上周可吓人了 一直冷着脸 我送错了份文件 他脸拉得老长 简直青州已壮大冰山 也不知道谁惹他了 我不敢说 好像是我惹到他了 不过今天一来贺总 就像是画了个人 简直就是如沐春风 妹妹压低声音 有个是特别怪 你可别和别人说 我急忙点头 昨天我要是忘在办公室 回来拿的时候 看见贺总拿着瓶白酒 往自己身上撒 他不会被夺射了吧 脑补出一贯清冷金贵的人 往自己身上倒酒的样子 我忍俊不禁 还怪可爱的 姐 你笑什么 妹妹奇怪道 我插了一块蛋糕 甜蜜在口腔蔓延 没事 想你姐夫了 贺尘的会开到天黑 我们牵着手走出公司一看 竟然下雪了 额毛大雪落在肩膀 染白虚发 又下雪了 贺尘伸手接住雪花 喃喃道 我奇怪 什么叫又下雪了 身世明明几乎不下雪 我团了个雪球 扔到贺尘身上 乐得嘎嘎的 贺尘不气不恼 反而将我动得通红的手 放在手心里暖着 盈盈 有没有听说过 在出雪时接吻的人 会厮守终生 没听过 你编的吧 试试不就知道了 贺尘拥住我 暖意裹挟全身 带着良意的吻落下 我头脑昏沉 大家好像都在看我们 让他们看 再亲一会 不知道出雪时接吻的人 会不会厮守终生 不过没关系 我们会用余生去验证